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他们说哪个东西呢 就是说我现在想把flask当中也给它打造成跟jungle一样 能够去依赖于一个manage脚本进行启动 那这一点的话我想去达到 怎么去达到呢 就可以通过扩展的方式来进行扩展 是哪个扩展呢 就是flask script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补充上脚本能力的支持 就相当于我一旦把它补充上之后 最终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最终再进行启动的时候 我最终再去启动了某个文件的时候 比如说01这个东西的话 你在进行这样运行的话 它并不是代表真的运行 而是说这个东西已经成了一个运行脚本 你想把它开起来的话 你就会通过命令 你可以通过run server的命令运行起来 然后呢你也可以通过share的方式来去运行 所以呢我们把它想打造成这样一点 把它打造成这样一点的话 咱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进行一下扩展 这个扩展的话 就是脚本扩展 script 这样的脚本 那这样的脚本的话 我们怎么来去利用它呢 比如说我把这东西来去去掉 去掉之后的话 我现在来去使用这样一个脚本的这个东西 那要去使用之前的话 需要大家进行安装 那大家有没有去直接安装我昨天发给大家那个requirements的那个文件呀 安装完了之后的话 那那个里面是有的 所以就不用安装了 你如果没有那个东西的话 要去注意 blockstript是需要一个额外的组件 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进行安装的 pip install blockstript 然后呢安装完之后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相对应的使用 怎么去使用它呢 我们现在呢 还是先把最原始的方式呢 来写出来 比如说还是定一个对应的试图 app.route 还是斜线index放到这 然后呢index 紧接下来 我们在这里面 直接返回returnindex page 这是我们之前所去写过的 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流程 写完之后 如果我想去引入那个脚本命令的扩展的话 怎么去引入呢 首先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得从谁呢 得从flask 得从flask script 从这个当中去导入一个什么东西呢 去import 导入一个manager 导入一个manager的管理员的那个类 这个类呢 是专门用来进行维护的脚本支持的管理类 把它写下 这是脚本 命令的 或者说叫做启动命令的 启动命令的管理类 然后呢 我把它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怎么去操作呢 我们要去操作的话 首先得去创建一个管理类的对象 创建manager 管理对象 创建它 创建它的话 manager 这小写了一个东西 比如说把它写在做manager 然后呢 它是等于manager这个类的一个对象 然后呢 我再去创建这个时候的话 我这里面 比如说 你把这个manager管理人员 经理都给找过来了 经理找过来之后 你到底让他管理的是 维护的是哪个flask应用 你得告他 那当前flask应用 我已经在开始的时候呢 创建出来了 所以呢 在构建的时候呢 就要把APP交给他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相当于 让这个manager 专门来维护flask的这个APP的 维护他的 通过这样方式来去管理之后 那我接下来 在进行启动的时候 就可以不这样启动了 我在启动的话 启动谁呢 通过manager.run的方式 来进行启动 通过脚本 通过这个管理对象 来启动flask 通过管理对象来启动flas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通过他来启动flask的时候的话 然后呢 你如果这时候呢 直接还是用到哪个东西呢 还是用到pycham 让他启动的话 你会发现会有问题 会有什么问题呢 他已经不是在直接运行了 而是说现在这个flask的 这样一个文件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启动的 管理的那么一个文件了 他要接收命令 你通过命令才能启动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去做呢 你如果引入他之后的话 就得在terminal当中来进行操作了 或者说你在这里面去改这个命令 也可以 直接就在中单当中去操作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刚才咱们写的这个东西 应该是python当中的10吧 10号 是这个东西 我把它启动 启动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可以通过什么东西呢 通过这个-heal的命令 来去查看一下 当前支持的命令 都有哪些呢 他当前 目前支持的命令 只有两个 一个是shell 一个是run server 然后呢 这个manager呢 我们明天再去讲 这个数据库的时候呢 还会再给他补充 相对应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插件呢 还支持扩展命令 他自己本身带的 只有这个两个命令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操作呢 我python 然后呢 10之后的话 我可以给他传命令了 传什么命令呢 run server 传run server之后的话 当前已经被运行了 这里面应该是 还有一个正在停着呢 我把它停掉 停掉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去执行这个启动文件 再加上run server这个命令 它就开起来了 这一点跟之前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 是不是就类似于 在张共里面的那个media了 对吧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这个文件 已经变成了脚本的 这样的管理文件了 所以你回过来 再来自己访问的时候呢 这里面就没有问题 跟之前是一样的方式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样的东西呢 python 然后呢 比如说 10这个东西 run server run server之后的话 我还可以再加上 杠杠help 然后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新扩展出来的run server 还支持哪些东西呢 你现在来看一下 它支持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想要去指明启动的 这个ip地址的话 可以加上一个杠h方式 来去绑定地址 然后你想去指明 这个端口号的话 还可以加上一个杠p的方式 来去指明端口号 还有一个杠例的方式 指明它是不是一个调试模式 就相当于 我现在呢 就可以完全跟jungle里面 是一样的东西了 run server run server之后的杠h 比如说让它绑定到0.0.0.0 然后呢 杠p的方式指明一个端口号 比如说是6000端口 接下来 我们让它去运行一下 让它去运行一下 那你现在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绑定到0.0.0.0 那杠端口了 所以我回过出来 再来去访问的时候呢 回访问的就是 127.0.0.0.1 然后呢6000里面的index 这时候再来看一下 当前的127.0.0.1 写现6000 127.0.0.1 冒号6000index 这个4个0的话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 应该是这个东西 它这个里面是17 17 1780 192.168.17.80 对应的192.168.1780 它这个杠0.0.0.0的 这个0的支持 不太有好吗 192.168.0 然后呢 这是17.80吧 然后呢 回过出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1780 重新刷新一下 这个问题 颠覆了经典了 我们来去换一个重新器 192.168.17.80 然后呢 对应的是6000端口 index 打不开 没连上 这个6000端口 不是为允许吗 比如说换进8000端口 8000端口的话 8000端口 应该是6000端口是不行的 6000端口被占用了吗 因为我们在去换端口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了 1024以上都是可以随便去使用的呀 那就是端口这样的问题 我正好撞到枪口上了 好 那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除了这个run server之后呢 我们还有哪个东西呢 还有一个就是shell吧 在张网里面是不是也有shell啊 有用过那个shell吗 没有用过 没有用过吗 这个shell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shell的东西指的意思就是说 它跟你之前看一下 就相当于我之前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起动一个python交互交互的命令呀 这个交互的命令我们把它叫做shell 就是说是壳的东西 所以你操作这个终端 就相当于这个地方 我们操作这个终端 你说在终端当中也能去敲命令呀 比如说list呀或者cd呀 都是这样的东西呀 你这个东西也是能够接受命令 所以呢它也是一个叫做shell的东西 所以呢shell是一个统统的概念 就是壳的意思 就相当于是说你通过这个壳给它传命令 它能够帮助你去执行 就是这样的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你调整python 是不是像给你新出来的这么一个终端呀 终端当中你可以去里面去写命令了 比如说我们随便去写一下 比如说这个a 然后呢让它去执行 打出来的a 这是关于这样的 之前的普通的交互的东西把它叫做shell 但是这种shell的话 你当前开起来python的时候 它实际上并没有把你plus里面应用的 产生出来的这些东西挠荷在内吧 你要去操作的话 是不是还得自己去捣啊 对吧 实际上是不是还得自己通过这样的impot 10这样的东西往里面去捣东西啊 所以这点不太方便 那所以这个shell的命令什么意思呢 就是python 然后呢10它再加上shell 加上这个shell之后的话 仍然出来是不是也是有三个箭头啊 代表还是python的交互器 只不过说当前的交互器里面 已经预先把这个 你的这个文件里面所有东西 都已经导进去了 你不需要再导了 比如说现在我当前 在这10号的这个文件当中 是不是已经存在一个APP了 所以我不需要在导任何的情况下 直接操纵APP 看一下我直接操纵APP 我们说的APP当中 是不是有个URMap呀 所以你直接去操纵URMap 然后呢打出来 看一下是不是就相当于 你操纵APP谁啊 就是它已经帮你预先导好了吧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你的jungle里面也是相同的道理 你可以直接python 然后呢这个jungle python里面manager shell 那时候的话 你在shell里面也是相当于 正常你在操纵python解析器怎么操作 你就操纵它 只不过是说jungle里面 或者flux里面所用到的这些参数 你通的都不需要再导入了 它一次性都帮你导进去了 你直接一上来 就可以直接利用现成的 这是关于它一个shell 它所对应的东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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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s